雖然我動作不快 但是我用耐心向勝利 七位身心障礙青年職人 勇敢說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標 為屏東縣身障礙團體 及庇護工廠 中秋半首里促銷活動 揭開序幕 為了註銷中秋里促 平路縣政府也推出我做的廣告 由縣長潘孟安在影片中 擔任最佳開箱員 打開由七位身障青年職人 製作的好禮 包括蛋黃酥 手工餅乾 咖啡包 手工造集造盤等 里促中每項產品 都是他們用好幾倍的時間 學習完成製作 呈現在大家面前 其實像腦麻的部分 我們有時候手指會捲曲或什麼 所以有時候包線的動作 其實我們要採分工合作 就是說像這樣的孩子 其實他是看得懂數字的 那他可以負責收錢 找零 然後甚至去秤料 棒秤 秤一些麵粉或砂糖 今年除了七家身心障礙團體 及庇護工廠各自推出的禮盒 縣府社會處更協助 以整合商品聯合行銷的概念 結合各家經典產品 設計一組跨越帳別的中秋禮盒 禮盒設計由皮農插畫家 Riggy獨家授權畫作 河面上有愛屏東的點字 以及河蓋側邊的手舉圖案 讓送禮時多一個話題 多一份遞身障朋友的關心 潘門安呼籲公司部門 及社會大眾踴躍採購禮盒 縣府也率先訂購20萬元的中秋半首禮 期待今年總銷售量可達到1萬盒 我們希望見過這樣的一個禮盒的概念 讓大家共同行銷 共同包裝 然後讓更多有愛心的人在這個年節的時候 中秋節能夠過馬或是來送禮 參與聯合促銷中秋禮盒 包括平縣自閉症協會 平縣啟制協進會 平東基督教聖利之家 平東縣基督教伯大尼之家 其拉烘焙方 向陽啟能協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創造工房 透過推出中秋禮盒 和培養身心障礙者一技之長 通培課的話 我們其實是做到他們訓練 他們有就是第一個是一技之長 然後還有因為他們喜歡吃 所以他們就是有找一個 他們喜歡注意的東西 然後先來培訓他們 那相對的在中秋節禮盒 退出來的話 是可以讓他們有一些的零用金 甚至是說未來 他們要請老師啊 師肢上或者是在不同的課程中 他們也學習到更多東西 藉由這樣子 除了可以訓練他們的 謀生的能力之外 也可以讓協會的 一些設備的費用可以增加之外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希望孩子們 能夠在學習這一技 然後讓他們有很多的成就感 採購禮盒不僅能增加 生障者自主獨立的機會 更讓他們覺得被肯定 縣福表示 即日起至9月5日 訂購跨越帳別中秋禮盒 小美盒75折價520元 希望社會大眾及企業踴躍訂購 給予身心障礙朋友們最大的鼓勵 評論新聞 張如銀 劉建榮 採訪報導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